它能够自动打包垃圾 怎么可能啊 哇 小比智能家电 提到家电啊 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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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变成 这样 这样 这样呢 一般传统家电呢 体积都非常大 造型很丑 最重要呢 就是不够安全还有便携 例如传统的speaker呢 体积非常大 而且呢 必须要连接那个音频线 才能够播歌 那智能speaker呢 体积小 音量大 而且呢 又可以使用这个蓝牙啦 WiFi 甚至还可以语音操控播歌 这就是智能家电 和传统家电的最大区别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就来到了这个 位于什么夜的智能家具店 Cloverbeast 来为你介绍 几个非常值得入手的 小米智能家电 话不多说 走吧 是的 没错 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负责人来 跟镜头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Jarrett 你们好 是我感觉进到来 有一种新鲜的味道 这个店感觉很新 对对 我们这个店是在 1月3号的时候 才刚刚开张了 诶 这样子才开张不到1个月 对对对 这间店主要售卖 什么样的产品 对 我们这间店主要售卖 是智能家具的产品 大概80%以上 都是售卖这小米的产品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这种智能家具店 对对对 现在小米的产品 也很受顾客的欢迎 对 这样子这里有这么多的这个产品 今天可以不可以帮我们介绍 几个 好啊 好啊 可以啊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现在最火爆的一个小米智能风扇 哇 这个风扇的造型感觉很漂亮 它已经是第几代了 这个是第三代的智能风扇 这个风扇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智能手机来连接 再加上它有自然风的那个模式 如果你充满一次电 你能够把这个风扇带到户外 因为它有自己的电池 充满了你就可以使用17个小时 哇 这么厉害啊 所以我现在关掉电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透过 对对对 你可以拿去可能野餐啊 而且它的设计也不会太大 就是刚刚好 可能放入车内啊都好 而且又不会太重 我觉得它的重量刚刚好啦 就是女生也排得动 所以你有听过智能垃圾桶这个词吗 没有耶 应该是第一次吧 是是是 智能垃圾桶呢 它比起传统的垃圾桶 其实它有几个特点 我们是不需要动手打开那个垃圾桶 而盖的 只需要用你的手去挥一挥 而且已经开上来了 哇 很厉害耶 很高科技的感觉 没有想到垃圾桶都有这样的功能 对 它设计到很美 它的那个接口其实是很密的 其实它的那个意味是没有这样容易的散发出来 其实它还有一个 我觉得全部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能够自动打包垃圾 怎么可能啊 它下面有一个这个按钮 按着它 它就能够里面自动化打包 哦 只要按大概三秒钟 努力打包这 哇 其实你能够看到了里面这个 其实你能够看到了 看啊我们镜头没有经过剪接了 它已经是自己把它封起来了耶 对 很厉害耶 而且它封得很好耶 就是它我已经完全把它里面的这个垃圾全部包起来了 打包完了过 我们又要自己再把它慢慢盛回去吗 其实不需要的 它自己再组装回去了 有一次耶 可以看一下 很厉害耶 它自己又 自己又重新装回去了 自己又重新装回去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换那个垃圾袋吗 好 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烤箱 对吗 对这个是我们小米的一个比较可能小型 适合家庭式的一个烤箱 所以我们这个烤箱 你能够看到它的设计其实也是蛮美的 它是全白的 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它普通的加温 第二个模式呢就是它加温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有带一些风的 第三个呢就是旋转 类似像BBQ这样子可以转的转型 如果你们有烧鸡的话 或者是烧鸡翅盘的话 你可以放在里面 因为它们已经会给了一支东西 它会转的 慢慢旋转 就是你不用人手 就自己又太反驳 对 第四个的话 它旋转加有风 还有微风 就是会比较 微风 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温度会比较均匀 OK 对 这个小米它非常的贴心 它有一个QR的那个裤子 就是说可能有些家庭主妇啊 他们买回去 他们不懂 不懂怎样用 或者可能他们也想要去学新的菜谱 它不用再买书了 它不用再买书了 其实它上面就有少一少 可能每个星期学一个新的不同的 宽润的东西 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小米的电池炉 它的原本的那个样子是这样的 它是不会说太大的一个表画设计 嗯 小米是有附送这个BBQ的这个 哇 很贴心耶 对 可以看到吗 就是 平常我们买那个电池炉的时候 就是只能放自己的工具 对 就是它特别知道我们年轻人的爱吃BBQ 我们是能够通过小米的Apps 去连接 然后去调整那个温度的 就是说它有这个旋转式的那个调整那个温度 哦 它又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按 又可以用电话来控制 是的 它有自动断电的那个功能 哦 因为烹饪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放我们的锅具在这边 就说它其实它这边有 有两个这个感应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好的 就能够防止很多意外的发生 这样子它小米有没有推出个人使用的呢 有啊 所以在你的左手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个人使用的 就是它是单的那个 哦 就是功能大同小异啦 只是说比较小 适合像我这种单身贵族的人使用 哈哈哈 耶 在我旁边的呢 这个就是放碗筷的这个消毒柜 它里面有一个消毒纸外线的功能 UV纸外线 就是说你把你的餐具经过清洗过后 你放进来 它能够起到一个消毒细菌的一个作用 哦 就是平常我们洗碗的时候 可能它还是有很多残留很多细菌在那个碗 哦 像这个的话就可以完全可以杀掉那些细菌 对 它还有一个就是能够 帮你风干你的这一碗 碗碗碑碑碑 对 它里面的那些热风达到75摄氏度了 YES 刚才呢就已经介绍了很多Auntie Uncle 会用到的那种微波炉啊 烤箱啊 洗碗 现在终于来到我们年轻人最爱的小米产品 小米运动手表 而且它这个感觉很轻耶 其实它这个手表呢 当你在跑步的时候 它能够计算你的心率 能够计算你可能你跑步 卡路里的燃烧程度是到多少 它还能够显示出电话记录啊 信息都能够看得到 其实你们如果在近看的话呢 它能够换它的那个手表的表盘 它有非常多的设计的模式 一个模式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免费的表盘可以去使用的 而且新年要了 所以可能你们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去送给 你们想送的人 可以送给喜欢的人 对 看到这里呢 可能还是会有人想问 我真的需要到智能产品啊 我用沙巴扫地也是可以啊 我用普通垃圾桶也是可以倒到垃圾啊 那么虽然呢 智能家电不是必需品 但它却是一个可以大大提升你生活素质的高科技产品 就好像你一样可以靠你的记忆来认路啊 但是使用Google Map啊 或者是Waze啊 就可以让你避开这个塞车的路段 更快到达重点 所以呢我认为智能家电呢 有三大好处 第一呢就是美观 简约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智能家电都非常的美 例如刚才介绍的那个智能垃圾桶呢 就算放在客厅你不会觉得很突兀 甚至会觉得它是一个装饰品 第二的话呢就是安全可靠 例如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电磁炉呢 就这个智能停火的这个功能 就可以防止火灾意外的发生 第三 省时高效 它可以解放你的爽手 让你把时间呢 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面 例如阅读啊 看电影 这种扫地的事情呢 就交给机器人去做吧 这间店呢 有三大好处 第一的话呢 就是购买方便 无论是实体店 网店 Shopee Lazada都可以购买 第二的话就是付款方便 它们可以选择分期付款 就算是几百块的产品 也可以分期付款 而且还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付款方式 第三就是本地发货 它们完完全全是本地发货 所以呢 发货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如果你赶着要的话 还可以上电来自己哦 那么今天观看这个影片的人有福了 那么只要按赞并分享这个影片 就有机会赢取这个血氧鱼 那么更多的这个比赛详情呢 到底怎么参加怎么赢的话 就欢迎留意我们的官方脸书 也记得记得关注 他们的社交媒体Facebook Instagram 就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这个优惠 还有产品的消息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我是马来向南台郑兵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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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